梦里明明有六去 这个就是在讲 所以我们现在在凡尘 我们在凡尘就好像在梦里一样 梦里明明有六去 就是六度人回 就是我们天道 欧修楼道 人道 次生道 地道 恶鬼道 六道 这个六道人回 六道人回就是六去 去就是往 往天道 往人道 往欧修楼道 那个往 所以我们梦里明明有六去 所以各位先生 我们要了解说晚上 我们是躺着做梦 对不对 醒过来才知道说假的 那我们白天是站着做梦 站着做梦 什么时候才能够清醒 一口气不来的时候 一口气不来的时候 我们才说 原来都是假的 所以这个站着做梦比较久 久不久 很久 我们站着做梦 都把那个现象当成真的 所以应对的时候 都斤斤计较 对不对 等到一口气不来的时候 要不要计较 不要了 都假 有没有感觉 所以我们就是要了解到说 晚上睡觉是躺着做梦 白天睡 白天的做梦是站着 站着做梦 都是做梦 所以梦里明明有六区 所以我们在六道人回 是不是在梦里 就是在做梦里面 所以晚上做梦 我们把梦境当成真还是当着假 假 我们做梦的时候都把它当成真 所以都一定会计较 跟我们生活一样 要梦也来梦 要拔也来拔 对不对 尤其那个脚 假如说没有伸直 那个被人家追的时候 还跑不动 所以在睡 脚还穿着顶 很骚 那个梦境里面 很会跑 你假如说脚是弯曲的话 那个在做梦里面 要跑都跑不动 早上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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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醒过来会很累 所以我们了解说 那个梦境 我们都把它当成真 那现在在生活之中 所有一切都虚幻不实 也是做梦一样 我们都把它当成真 所以 这个已经正悟者讲 说这个梦里明明有六区 就是在讲这个意思 那往后 往后要不要站着做梦 心要很宽广的 对不对 要跟真理相合 心都很宽广的 不计较了 不做梦了 各位就要了解说 我一落入计较 我就都在做梦 会改善 会改善 大家能不能这样 我们下车回来